美南新闻集团于12月23号中午举行圣诞参会 全公司员工和家属在参会上欢聚一堂 提前欢度圣诞 美南报系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在参会上向大家宣布 今天特别高兴是他们六位子女的母亲高龄90岁的李伯母和李大姐来到参会现场 他们共同和切蛋糕 与12月份的寿星们同贺 现场还有精彩的莫彩节目 全场皆大欢喜